孩子已经度过了婴儿阶段,进入了玩耍时期,有了更多游戏和乐趣,作为父母,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好的玩伴,通过与你玩耍和交流,孩子能够在各方面快速发展。 3-4岁的娃,会出现色彩敏感期,逻辑思维敏感期,剪贴弯等动手敏感期,藏东西支配敏感期,持续敏感期,组织敏感期和追求完美敏感期。 来和娃一起享受游戏时光吧,你可以让学习的过程变得有趣。 本期分享3-4岁亲子游戏,同样文章,0-1岁亲子认知类游戏,配娃杂也偏1,1-2岁亲子认知类游戏,配娃杂也偏2,2-3岁亲子游戏,配娃杂也偏3,3-4岁亲子游戏,扣子作画,周年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给孩子在纸上画个简单的形状,比如大树树干,或者彩虹的形状,或用彩色卷在白纸上贴一张简单小动物的形象,属小鱼的。 2-2,给孩子一合各种颜色,大小不一的扣子,引导孩子把扣子用胶膀粘在纸上,形成一幅扣子画。 3-3,让孩子发挥想象,家长不要禁止一定要贴在形状里,让孩子说说自己的话,是想表达什么。 注意不要让孩子吞噬扣子,贝壳作画,手脸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海边的玩玩沙,玩水很方便,熟悉的贝壳温也是好材料哦,即使不去海边,支撑的隔离壳,起干净也是艺术品。 2-1,导孩子把贝壳粘在纸上,拼出漂亮的画作吧,可能一开始拼不出形状,只是抽象画,让小艺术家自由发挥最重要,不要限制它哦。 2-2,胶带作画,收银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白纸上灵散贴上几条胶带,让孩子自由涂鸦吧。 2-2,孩子涂鸦完成后,把胶带撕掉,出来的效果很艺术呢。 3-2,气球作画,收银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气球管水系紧口,沾着颜料,就可以在纸上画出可爱的圆形。 2-2,绿色颜料能画出卡尔爷爷的著名毛毛虫。 再加一点黄色颜料就是漂亮的荷叶,多准备几种颜料,几个挂水气球,就能用五颜六色的圆形作画了。 泡泡作画,收银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准备几种彩色的泡沫水,在白纸上方吹泡泡吧,既能蓝吹泡泡,还能做出不漂亮的作品。 孩子会很有成就感,2-2,可以用常规吹泡泡吧,也可以把四五根吸管,用橡皮筋绑在一起,会吹出一团彩色泡泡,结合多种颜色,效果很棒啊。 吸管吹化,收银协调,创造力,艺术启蒙。 1-1,吸管加颜料,一口气就能创造艺术。 2-1点颜料在白纸上,孩子用吸管随便吹成形状,让孩子讲讲自己的话。 3-1,引导孩子想想要画个什么东西,比如要画个小怪物,就先递颜料,吹出小怪物的形状,然后给它贴上眼睛。 4-1,润染化,手脸协调,创造力,技术启蒙。 1-1,在容器里倒入一厘米左右的牛奶,加入几种颜色的颜料,用棉帮盏,一点洗洁精,轻轻触碰牛奶,颜色就会扩散。 面前游走,就形成色彩线条。 2-2,把白纸平铺在牛奶面上,之后取出亮感即可,漂亮的流动颜色化,就完成了。 动物拼图,分类,认知,思维,想象力。 1-准备不同的动物图片,或者直接用动物拼图,动物图片剪成二到三部分,使孩子把动物拼回原样,符合孩子间接搬动手脸感性的兴趣。 2-升级游戏,让孩子随意把动物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拼接起来,创造出妙去横生的新动物。 3-并根据想象描述这个新物种的故事,分类游戏,分类,认知,语言。 4-1,准备一些有关联的东西,比如鞋和袜子,牙膏和牙刷,书子和发带,铅铭和纸,叉子和盘子等。 2-把几堆配合的东西放在一起,分成两堆,引导孩子把物品粮粮配对。 3-跟孩子讨论一下,这些东西是怎么搭配的,又有哪些不同? 3-去看一点点,认知,想象,分类。 4-一,准备一些能够引起孩子兴趣的东西。 5-不要太小,熟毛绒玩具,绘本,玩具汽车,玩具娃娃等。 2-用剥或纸袋遮板住东西,露出一点点,让孩子猜猜是什么。 3-继续露出一点,直到孩子猜对。 3-升级游戏,用照片来替代东西,一点点露出照片,让孩子猜猜照片里是什么。 4-改变故事,创造力,想象力,语言,认知。 5-一,选孩子之前没读过的绘本。 5-讲到一半的时候,问问孩子他觉得后面会发生什么。 5-让孩子讲讲。 6-如果你是作者,会怎么安排后续的故事呀? 7-二,将孩子预想的结尾与实际的故事结尾比较一下,鼓励孩子在其中的创新点。 7-三,对于孩子读过的绘本,可以让孩子想想多种其他的结局。 8-把孩子改编的结局撇下来做成自制书,或者把孩子改编的故事在家庭小剧场演出来。 9-孩子会很有成就感,我的书,创造力,想象力,语言,甚至,一,用家里的小玩偶做主角,引导孩子自己编故事,或者和孩子角色扮演,互动一起编故事。 9-二,收集孩子的各种照片,他喜欢的食物,爱看的书,他的家人,好朋友等。 9-作为素材的孩子,让孩子讲讲自己的故事。 9-三,把编的故事记录下来,装定成色,向孩子自己做插画师,给这个故事画配图。 9-四,做好的文字和图打印好,盯起来或者用火焰定联起来,加蜂蜜做成孩子自己的书,把孩子的名字写在作者处。 9-孩子会很有成就感,鼓励孩子把自己的故事在家庭小剧场中演出来,无字书,创造力,想象力,语言,甚至,一,孩子已经有了喜欢的动画片,可以和孩子一起找出其中他最爱的片段。 9-截图打印出来,装定成色,二,让孩子看着截图的图册,根据自己的记忆,或自己的改编讲书故事。 9-三,也可以直接买入字书,引导孩子自己编故事。 9-四,孩子改编的故事可以写在图片下方,也可以制作小道具在家庭小剧场演出来。 9-指令动作,协调性,反应能力,语言,频率。 1-和娃出门散步,走路时也可以玩游戏哦。 2-你说几个简单的指令,如单脚跳,原地跳,向前跳,斜招抖抖,让孩子做相应的动作。 3-或者你边说边做动作,让孩子模仿。 4-让孩子边说指令边做动作,必然模仿。 少了哪一个,认知,记忆,观察,解决问题。 1-准备四到六个物品,最好是孩子熟悉的物品。 如一个玩具,一块点心,一本书,一件衣服的。 2-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,给孩子看看有什么,说出物品的名字。 3-孩子督眼睛,你悄悄拿走其中一个物品。 3-别让孩子看见,孩子睁开眼睛,就问孩子哪个物品不见了。 4-生计,物品数量增加,选择相信的东西。 配音师,创造力,想象力,语言能力,听力。 1-和孩子角色扮演,一起读绘本吧。 读的时候录音,之后播放给孩子听,让孩子体验下做小小配音师的感觉。 2-孩子熟悉这种方式后,可以让孩子给不同的书中角色配不同的音调, 或者让孩子模仿他喜欢的卡通角色的声音。 录音后播放给他听,我能做到自尊、自信、语言、认知。 1-帮助孩子发现他能做到类的各种精彩的事情。 这个方法有利于处理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。 2-打印一些小朋友做各种事情的图片,确保大部分都是孩子也能做到的。 1-一张一张展示给孩子看,问问他能否做到。 2-把他能做的事定成小册子,提高他的自信心。 3-怪东西、认知、创造力、想象力、语言。 1-家里有些东西是孩子不熟悉的,外表古怪的,用他们玩个想象力游戏吧。 2-准备几样孩子不熟悉的东西,如牙散器、吸尘器配件、散钢模具、加弹器、睫毛夹等。 3-把东西放入一个纸袋,让孩子选出一样,给他起个有趣的名字,猜猜他的用途。 我的房间、认知、气力、空间关系。 1-在一张纸上画出孩子卧室的俯视图,给他指出哪里是门、窗、衣柜和床。 2-问问他房间里还有什么,在哪个位置,你帮忙的图中标识。 3-如果他忘记了东西,你可以提醒一下。 4-升级游戏,画出整个家的图形图,引导孩子通过回忆补充细节。 特殊的路,平衡、粗大运动、空间、协调性。 1-用胶带在地上贴出一条路线,让孩子沿着路线前进。 2-外出玩时,用粉笔画出格子,玩跳格子游戏。 3-用纸盘或地点写上数字放在地上,每个之间相隔一步的距离,让路线有趣一些。 3-比如弯曲、跨过障碍等,让孩子在锯盘上模拟踩石头或盒。 4-它的作用、认知、紫纹、空间、创造力。 1-准备一些常见的有用的东西,如绳子、球、场子、机翼木、勺子、帽子、铅币等。 2-选择一件物品,比如球。 4-问孩子球能用来做什么。 5-孩子说出答案后,故意再演示一下。 3-引导孩子想想更多用途,比如球课一弹,坐在上面,滚、踢等,类似拓展思维练习铅笔的作用。 同位文章,0-1岁亲子认知类游戏,配娃娃娃也偏1,1-2岁亲子认知类游戏,配娃娃也偏2,2-3岁亲子认知类游戏,配娃娃也偏3,3-4岁亲子游戏,配娃娃也偏4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